佛杜要工化花經之前 有什麼順利 要記得嗎 佛杜在冷酒山那裡 要開始工化花經之前 他先說什麼 無量已經 無量已經說什麼 他就怎麼樣 再坐上去 這就有什麼事 來 怎麼了 應該再去醫院 小小的一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發現他有什麼需求 像今天這種情形 我也是發現說奇怪怎麼 他的頭怎麼不一樣 那個後面 聽得比較多嗎 好 來 你要這個人總讓他恢復一下 然後再問他說 要不要先喝口分開水 那你知不知道 他是在我們關懷點 有這麼多人 在參務界讀書會當中 大家都有在觀察 四座的情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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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水喝得太少 然後那個循環慢 所以才會產生一下子的 臨時的一個暈眩吧 我們田尾鄉有20個村 然後我們的村 是偏向於高齡化的一個村 因為長者有305個人 我們受吃劑的協助很影響很大 我們家裡外面都在家裡沒有十八 他們說那些人坐牢自己坐牢 沒關係 就要穿很久 要用這條勒勒勒勒勒 沒有人幫我們洗 我爬起來 我們看這支 爬起來就站起來 不然會不會站起來 我們慈濟在推動這個安美計劃 其實是真的要照顧我們在地的長者 讓他們的生活上能夠多一份的保障 要爬起來我們在六花的人 這樣爬起來是很好 很方便 不然要爬起來 爬起來 爬起來再自己坐牢 用幾個瓜瓜 真的很好吃 我們在六花的腳踏都混沌 要這樣爬起來 爬起來很有力 這個金就是金爐本性 就是我們的土耐種 就是土耐種 我們都有保障 跟這些長者分享佛法 然後讓他們斷除一些就是煩惱 我沒問題 我都沒問題 吃東西都會趕去洗給我們聽 只要暖暖的房間 不然只有我們山北川去做工 有它我們撥到啦 客舟啦 鼻頭啦 有它他們也來做完 碗上面撥 碗上面用 這會炸 我有這條線 自己這樣烤煮 有要有興趣 我們老要做一點東西 很需要啦 很需要啦 弄老筋 還要老筋 是不是這樣 對 對 這就是老人家 做一個東西 這通常不熟 他們就有成就感 要去做好的話 就拿回去給他們老的 那個家裡的看 或是孫子看 看阿嬤做的喔 主要也是說 傳解大家社區的力量 還有我們實際的一些資源 來把這個長者照顧得更好 然後大家都老有所用 也有所安 現在疫情趨緩 菲律賓的刺激